大家好,欢迎来到回味食堂 今天老李给大家分享一道美味的功夫豆包 准备面粉700克,酵母粉7克 小碗中放入少许白糖,用开水冲化 晾凉以后,我们就可以把酵母粉倒入其中 备用 下一步,将准备好的酵母水分次的倒入面粉当中 边倒边搅拌 然后呢,加入清水 我这700克面粉里加入了400克的清水 豆活成絮状以后,揉成团 加盖保鲜膜,放至一旁,饧发至两倍大 接下来我们开始做红豆馅,不用泡水的红小豆500克,红枣100克,红糖200克 首先把枣去糊,我用最笨的办法,但是最干净 然后切成小丁,小颗粒状,就这样,盛出备用 红豆洗净入锅,添置一倍的水量,盖盖大火烧开 烧开以后,大家就能清楚的看到这个水的量了啊 然后我们转小火慢炖 这个是半个小时以后,大家看水少了,我们添开水 到这个程度,继续慢炖 50分钟的时候,我们看,哎,豆子一捏就可以碎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准备好的枣倒入锅中 然后均匀的和豆子呢,搅拌到一起 这个过程不用着急 水呢,再添一些,继续慢炖 一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加入红糖 将红糖均匀的搬入到豆子当中 一边拌,一边按,一边按,一边拌 大家要开始习惯这个动作咯 因为这个动作将伴随你持续半个小时 时间到,经过一个半小时 我们终于把豆下做好了 发好的面,我们打开看一下 啊,蜂窝非常漂亮啊 这就是发的还不错 案板上放入干面粉 将面呢,进行一个处理 我们把它表面揉光 然后呢,放到一旁 再次醒发15分钟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笼屁啊,刷上一层薄薄的油 以免待会豆包在做的时候粘上 准备好 接着我们把醒发好的面 不用再揉了 直接从中间打开 截出一段来 揉成圆条 揉啊揉,搓啊搓,搓啊搓,搓啊搓,搓啊揉 揉成这个长条 我们把它呢,下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剂子多大合适呢 一手掌,能包住就可以了 然后呢,把剂子分别揉成圆形的小面剂 摆好以后呢,覆盖上保鲜膜 再次醒发15分钟 下面我们醒好了以后呢 取一个计算 像擀饺子皮一样 慢慢的把它擀开 最好擀成边上稍微薄一些 中间稍微厚一点的 擀好了以后大家看 这可比饺子皮大多了 整个就是一张小饼啊 为什么叫功夫豆包 一个是个的 另外一个用的时间确实长 我们下面开始包 把适量的这个豆沙馅啊 放到里边 像包包子一样 转着 捏合 这个操作过程稍慢一点 没关系 但切记一定要把 这个所有的纸啊捏紧 咱们别到处 蒸出来露馅了 像包子一样 我们翻过来 整理成小枕头状 这是妈妈教的 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整理好了 我们就可以上梯了 全都包好了 码到剃中 扣盖 再醒发15分钟 醒好后点火 上汽以后蒸12分钟 关火后停5分钟 再结锅 我们截开看一看啊 哇塞 白白胖胖啊 转转转软软软软 看着怎么这么嫩呢 不行了 忍不住了忍不住了 你们先看着啊 老李又得开吃了 大家可以看看啊 看这豆馅 来一口啊 绝对我跟外边那个豆沙 没法比 这里边你还能吃豆子 甜度适中 还有点淡淡的枣香味 回味食堂 无限回味 我是老李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道功夫豆包 咱们明天见